字幕提供 Good night Good night 每週三最期待 每週三的直播 最近乾爹乾媽會員人數多嗎 還好比想像中少 不過好險啦 也沒有萬人響應一人到場那種感覺 還是有一些這個始終的粉絲 所以我們這樣 稍微做一下統計就是 到底始終的粉絲有多少 一下就統計出來了 帽子不要買不到在那邊蓋喔 不理你們喔 之前呢 莫忘中出鴻乾什麼都一樣 真的可以買的時候不買 我跟你講 小絲一旦做過的東西 有些人 一旦錯過就不再 一批一拜完 我就改版 我就不再賣了 這樣才對得起這個 先去搶的朋友 新世代價格還有什麼注意 心理準備的地方 我還不知道 我還在觀察 其實我也很喜歡 看他新的那個E-PACE 我本來想買 我在買218GC之前 新車之前 我本來是想買E-PACE 可是想想喔 那個折價我受不了 你知道嗎 Jaga折價 我跟你講沒有第二句話 一定很可怕 那個可能兩年就折半 三年就折半的車子 所以我後來就放棄 我還是買一個比較保值的車子好了 既然買回來要開箱 所以我就想說買一台折舊 沒有那麼大的車 你如果買 我當初買Jaga E-PACE的話 我可能兩年已經折半了 所以我覺得 我就來接手人家的兩三年車就好了 剛剛大家在講這個結叉汽車 結叉汽車的事情 大概是說 他是說這個上禮拜的事情 他在那邊買了一台奧迪的車子 回去之後說開500公里就亮機油燈 吃機油 然後反正就回去喬了對不對 但是這整個在喬的過程當中 這個消費者 堅持就是說不願意出錢 反正你就是要幫我把它都修好就對了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那當然這個結叉汽車他就不願意配合 他覺得說我今天如果把你 你買的是中古車 那我現在幫你修好了以後 引擎就是新的了 但是你買的是中古的 所以他覺得說你應該要出 例如說一半的錢或是部分的錢 共同把它修好 其實這個是目前 中古車廂比較普遍使用的方式 就是說你出一些我出一些 因為修好東西是新的 大概是這種說法 反正消費者別人付 然後就到這個01上面就 講他詐騙 講他怎樣 然後還有放他們過程的錄音檔 表示說可能客戶這邊都不願意溝通 就是半毛錢都不出 大概就是這樣 那個01有沒有01的那篇文 一直寫小詩一直寫小詩 可不可以不要再寫了 我已經是冒出頭的劍拔了 真的啦 大家低調一點 不要再到處提小詩好不好 說好不提小詩的 我真的看了我都很怕 真的 假設其他的同行有沒有出事情 然後下面一直在講 怎麼不找小詩怎麼不找 如果是小詩就不會這樣 怎樣怎樣一直流 我越看越怕你知道嗎 被同行討厭死耶 真的不然覺得小詩還好的 看到那些留言 他如果是當事者 他看到留言就開始討厭小詩了 我真的快吐血了 好啦 反正就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結叉車廂也很硬 他說這個 他們覺得說就是合約 因為其實坦白說 合約上面他們寫得很清楚 如果你們有去看他的直播 他合約上面他有寫一些保固內容範圍 這跟我之前常常在直播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的合約內容 他會講說我保固的內容有哪些 那不保固的內容有哪些 然後不保固那些都用紅字寫起來 他其實寫得很清楚 我都已經寫在合約上跟你講 我還用紅字特別標註了 你看沒問題你才簽的約 所以要照合約走基本上你也告不贏 這個就跟很多你們如果有出去外面要簽一些 比如說貸款的契約辦信用卡的契約一樣 你一定會發現有一些密密麻麻 很多的小字裡面有一些字是特別用 紅色的字體寫起來的 那個就是在提醒消費者 你要注意看這些紅色的地方 而且這個是要給法院看 萬一對布公堂的時候 我可以拿出來講說你看 我並沒有要欺瞞消費者的意思 我這個合約清清楚楚 我還用紅字寫起來 給消費者看他看沒問題他還簽名的 所以基本上你是消費者你要在那邊說 合約沒講清楚啦 我就隨便看一看我就簽了 我信任他我就簽了 你消費者講這些話沒有用 所以他特別把你註明的很清楚 好啦反正不管最後這個事情就是 消費者也願意回去 然後讓他實測高雄一趟來回 那事實證明 我記得他們開600多公里沒亮油燈 所以就是消費者其實測試的方式有誤 所以消費者就道歉 但對我來說啦 這種情形常常發生 他這樣的情形有時候比如說 假設小事賣出來一台車怎麼樣 那今天一個消費者到了某一個修理場 我常跟你們說住車 反正車小事買的那個網紅 我來處理看看 修理場就開始用放大鏡 來檢視你買的這台車 就開始吹毛球吃 如果是真的話那沒話講 但是有時候往往有些人只是為了要 吐槽網紅吐槽有名的他就很屌 小事也沒什麼你看車你看怎樣怎樣 那你在外面被註銷 你搬哪你去買這家哪哪註銷 最後消費者會生氣 生氣以後他就不願意跟車行溝通 他就覺得我就是被騙的 人家就說我被騙 幹我處理去找搬哪 你就是騙我 你就是把他詐欺渣然有沒有 其實很多時候是這樣嘛 很難溝通 你有時候其實大家心明即合就是論事 像到最後他們吵了一輪 然後就是論事測完 就真的沒有吃這麼嚴重啊 那為什麼當初不好好的理性的討論 坦白說我看到這一個事件 就是還沒有結束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事件 就是消費者去 然後一直說什麼他要去網路PO文 我要去爆料公社我要去什麼 我說對方啊 截差這個事件 我心裡就覺得 我就有蠻多的感觸 我就覺得說當服務業嘛 本來就是盡量要讓客戶滿足嘛 滿意嘛 可是我心裡又想啊很尷尬嘛 因為你不可能讓所有的人都滿意 我覺得這是一個重點 但至少說我們是希望讓每個人都滿意的 當發生這種有人不滿意的這種狀況的時候 那我就想這件事情如果是我 我會怎麼做 我實在不敢想下去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到最後還是割地賠款 沒有辦法像他們這麼有骨氣 我這個是真的是稱讚 我有沒有辦法像他們那麼有骨氣說 來來燒狗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那一天我想著想著呢 其實我就覺得有一點難過 然後我就在那一天我的FB 我就PO了一個 有人給我們兩顆星的副品 寫了一大堆 那這個如果知道內容的就有看過 如果不知道內容你們也可以去看一下 沒有關係啦 反正我是這樣覺得啦 如果依那一天兩顆星的那個內容看起來 我這個我也想提一下 我跟你講 我一般我不太碰觸這種話題的 其實你在Google上面兩顆星就兩顆星 我也無所謂 對於我來說 我坦白話講 我覺得說今天只要 我有比如說500個評價裡面 有三個兩顆星 一顆星我都無所謂 我真的無所謂 因為我剛剛講一個重點就是 我沒有辦法滿足全部的人 那一定有零星的人可能我們怠慢了 或者是他可能覺得不滿意 有可能會發生 所以通常我不會去回那個東西 但是因為那一天我看到結差這件事情 我就有一點有感而發 所以我就PO了這個東西 那底下的這個留言是很踴躍的 那這個裡面的留言 有理性的有不理性的 有正面的有反面 有支持我們有支持消費者 我覺得都很棒 我都把它留著 讓大家去好好去看一下 去反思一下這一些問題 當我不認為說這個問題是我們沒有錯的 服務業 我跟你講啦 你認真要講服務業 什麼都錯啦 只要消費者抱怨服務業 服務業都是錯 感覺不好 我們就對不起不好意思 我們的錯 我們讓你感覺不好 下一次可不可以給我們具體的一些建議 讓我們可以讓你感覺更好一點 我只是舉例 我不是說上次那個人 所以我認為其實身為服務業 不管人家的評價是怎麼樣 我們都一定要虛心接受 有時候我們也會很想說 你感覺不好 不然是看要怎麼感覺才會好 不然大家來瞧看看 說看看 看怎樣你感覺才會好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 還是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然後底下很多人就說 為什麼買東西 為什麼你對你們顧客要先入為主 現在開始又很多的故事出現 我跟你講啦 我一個朋友 你不要看不起人 他穿拖鞋去買一台賣吧好 他媽的我有一個朋友 本來只是想要花30萬買中古車 後來買一台200萬新的什麼 這種民間傳說故事就開始出現了 有沒有 小心等等被斷章取玉說在隱色奧客 我跟你講啦 如果你覺得是在隱色奧客 那我就是在隱色奧客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好避諱的 很多人都當過消費 我自己也是消費者啊 我自己也是服務業啊 對不對 那這有什麼好隱晦不談的 真的沒有奧客嗎 你問線上有做服務業 真的沒有奧客這種東西嗎 但是我只是覺得 有時候這種東西是互相的 我常常再舉一個例子 今天這個業務同仁 接了100個客人200個客人 然後有一個客人說他看不起我 他不讓我試車 那請問你身為老闆 你要fire他嗎 你要開除他嗎 你要罵他嗎 你們如果是老闆的話 請教一下你們怎麼做 我們可以去跟客人講說 對不起造成你這麼感覺不好的情形 那但是我的這個業務 他來我這邊三年 總共接了500個客人 只有你這樣反應 你能這樣跟客人講嗎 不行吧 所以你看我要站在客戶的角度去思考 站在公司營運的角度去思考 我們要精進我們的服務水準服務品質 然後我要站在老闆對員工的角度去思考 可是問題你說看客數比例 問題我跟你講客數比例就是這樣嘛 就真的是他媽的200 300比1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做啊 不過我跟你講啊 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我當下 其實我就已經有在我們公司的群組 有提醒他們說有客人這樣反應 那你們一定要再注意一下 我坦白說啦 我認為我自己的經驗啊 我20多年來的經驗 我是覺得說一定有可能是有這樣子講 只是說不知道他的講法是什麼 說者無意聽者會有意嘛 這本來就是這個溝通 就是表達的問題跟理解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這個事情是有可能發生的 只是說我覺得應該要去理解一件事 當然我們表達方面我也要跟業務講 我說有時候齁 你要拒絕人家你還要很有技巧 那你要不要讓人家覺得不舒服 對不對 你要自己要斟酌一下你的表達方式 有些人你笑笑跟他說 他就他也跟你笑笑 原來開玩笑有沒有 有些人笑笑跟他說 幹你啊你看不起我 你講這句話就算了你還笑 你現在是看我沒的 有些人會這樣 所以每個人的那個敏感程度是不一樣 那既然我們做的是服務業 那你就應該要更小心更小心的去回答顧客的任何問題 其實這個東西我們還是有在督促在做的 只是說我覺得像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我之前我會遇到零星的一些狀況 他會直接訊息到粉絲頁來跟我反應 你如果真的為小獅好 希望小獅能夠更進一步服務更好 你可以把訊息丟給我 我還會跟你道歉喔 我之前如果遇到一些客人說 小獅哥我今天去那邊等的有點久 移車怎麼樣怎麼樣 真的很對不起 讓你跑這一趟耽誤你的時間 但是你用這樣的方式 直接丟在評價上面 我不認為你的出發點真的是好的 有些人說人家說的很有內容 真的是這個感覺這個很有敘述的很好什麼 但是我覺得你的舉動就是惡意的嘛 就跟他這一次截差事件一樣啊 你不溝通你直接丟在網站上面 出發點我不認為是好的啊 你如果真的要建議你打到我店裡 我們小姐建議說我想找小獅 我有些看車的事情想跟他反應 好我留個電話 我一定回你電話 所以我為什麼看到同行這個事件有感而發就是 我們當一個好店為什麼要給客人這樣威脅 你如果不幫我全部修理好 我就丟到網路上公審你 我們為什麼要賣個車賣的那麼可憐 我講一個實在話 我們店裡面所有服務員賣一台車 我就在這邊直播500多個人 再加上重播加上精華 我全部宣布給大家聽 小吃汽車服務員賣一台車就是3000塊 50萬以內的車就是3000塊獎金而已 少吧 人家賺你3000塊要幫你舔鞋子嗎 很奇怪嘛 所以我站在我的立場 我一方面要督促服務人員 一方面我也要保護服務人員 他也是我們的員工 我必須要信任他們 也有人提啊 如果有一個人來每一台車都要試車怎麼辦 那站在這個消費者的角度 是不是我們就必須讓他試 或者是說我們要用更委婉更溫柔更好的方式 不會讓客戶感覺不好的方式去婉拒他的試車 那我也還在思考該怎麼講 像這個Yu Chen Pan講 客戶不是上帝 今天沒有你這個客人對我損失不大 那請問一下我可以講這句話嗎 我不能講這句話啊 我們是服務業怎麼可以這樣講呢 所以有人也提到說 業務跟客人頻率不同 這個我相信 真的這個我相信 人跟人 有些人齁 一旦出國就不在 不是啦 你身邊有什麼 我看到這個臉 我就好討厭 我覺得他媽歸爛把火 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頻率一定是會不同的 然後也有人說這個 你為什麼把這個東西po在FB上向攻神 第一個其實這個 我當初做這件事有幾個想法跟用意是 我說我當下的心情是很不好的 然後 粉絲專業本來就是 我們在討論同溫層的各版的地方 就跟我們的常常在用IG FB一樣 這是各版 只是看我版的人比較多 我撥就這樣而已 有什麼 而且從裡面下面的所有的回文 我也從來沒有進去說 針對消費者在那邊罵他 或什麼什麼 我就靜靜的看下面的留言 讓大家有個討論的空間 對不對 就這樣而已啊 我po就公審 他po就不是 他名字還假的 我名字還真的 誰審誰 不曉得 到最後搞不好是我被審 對不對 其實我倒沒有太大公審的意思 如果真的要公審 我跟你講我直播拿出來 一個一個念一句一念對不對 說XXXX的 你說我媽不讓你試車來 我讓你試到爽 你看禮拜幾打電話進來約好 我陪你 你看你是要試到他媽三叼腳 還是媽鼻頭腳 我都跟你去 現在網路就是這樣 客人可以po到01 可以po爆量公社 啊我不能把那個東西po出來 我真的不知道差在哪裡 啊你們是人 我不是人 所以我當下做這件事是覺得說 奇怪啊消費者可以po 那我也可以po啊 為什麼我不能po 很單純啊那我上面審 我有在上面跟大家一起討論公審嗎 也沒有啊真的沒有啦 我連他是誰我都不知道我要審什麼啦 客人還是至上 只是說經由這樣的事件 拿出來跟大家討論說 我就會去思考說 我們這個賣個車 有時候遇到這種狀況 我們也會心情不好 我們會難過 再加上這個看到同行的事情 對不對我們會覺得說 客戶來都一直拿著這種 說我要去po網啦 你要怎樣啊 你要把我回收啦 不然我就po網啦 我要退車啦 不然我就上網啦 我要怎麼樣 不然我就怎樣啦 用這種情緒勒索 然後想企圖用網路霸凌 這種東西來弄你 我跟你講今天講難聽一點 你是想霸凌人家沒有霸凌成 結果被人家反霸凌 我坦白話講就是這樣 我不是說我這件事情 我說其實別件事情啊 好險我們今天是一個自媒體 那我們有跟隨了我們很久的這些觀眾朋友 粉絲朋友 知道說我們的為人 不是說客人來就 你又沒錢啊 看賣不看賣 對不對 你一進來小時候說 你有沒有帶錢來 你看什麼 看Vios 自己去看 下一個來 看什麼車 我要看那個RC200T 您貴姓啊 您貴姓 陳大哥是吧 陳大哥看RC是吧 沒問題 小的馬上幫你去拿鑰匙 你這邊稍坐 這個咖啡先喝一下 星巴克 熱的還熱的 不夠熱是吧 熱了 來來來 陳大哥坐 我來拿鑰匙 待會您想試 隨時跟小的說 好不好 您這個看您是想要試到北海岸 還是想要試到屏東 小的一律奉陪 沒有問題 好不好 您先坐我們先上前菜 好不好 我們待會兒會有個上菜秀 您不要嚇到 那個龍蝦出來上面會有仙女棒 他會這樣插插插插 您不要嚇到 那個是一個節目效果 好不好 看RC200T是吧 那個Vios看完沒了 看完買買沒有啦 你有帶錢沒有啦 不帶錢 風甘在那 風甘在那 陳大哥 不好意思啊 我先去處理一下 我先去處理一下 我們是這種人嗎 今天無論你是要來看 三萬八的公益車 好不好 還是來看這個兩三百萬的車子 我們都是一樣的 等一下會有人出來甩麵條 沒有錯 陳大哥我跟你講 我們最新的甩板條 陳大哥 回去 工作還是一顆心 回去還是一顆心 回去還是一顆心 幹 好難錯 幹 陳大哥說 媽的接待人員太浮誇一顆心 好啦 反正這個東西沒有 我覺得 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 溝通上的問題 磁場上的問題 那如果你要說是 全部都是我們服務業的錯 對可以你可以這樣認為 因為我們開店做生意 不管怎麼樣 都是我們的錯 我有時候我想跟大家分享這些東西 可是你們不要覺得我是在公審客戶 我只是一個案例在分享 像前幾個禮拜有一台車回來 那台車是滿新的車 原廠還在保固當中的車 然後他的車忽然沒電了 發不起來 那他接電過來 他跟我們買的 可是那台車因為原廠還在保固當中 那他就來 就說啦 你們賣我這個車 才一個月而已 電瓶就沒電了 可是如果有來跟我們買過車的 我們交車有一個交車的點交單 那其中有一項就是電瓶去夾 剩下多少%的壽命 那個機器我們沒有做假的 我們不是在做假 那就是外面買在量電瓶的儀器 那我們一樣要點給你看 我說可是這個 不要在陳大哥 林大哥這個當初交的時候 點交單給你 電瓶壽命還有七八成以上 那這個回去 因為有時候我們也不曉得 你客人回去怎麼使用對不對 他說沒有 這個你要跟我們這個保固 我才買多久而已 這電瓶你要換個新的給我 那原因是因為那個車 我說那這個車原廠還在保固 你有沒有回去原廠看 他說有啊 原廠說是耗材 又來了 原廠說電瓶是耗材 所以你跟小絲買的 在小絲這邊變成不是耗材了 變成小絲要換給你 好那沒有關係 可是後來就聊了聊很久 他自己才想說 他這個停在路邊洗車 把雙黃燈一直閃 閃一閃就變這樣 沒有發動車子 一直閃雙黃燈 那最後我們說 對啊就是你車沒有發動 你一直在用電 那當然他會沒電啊 所以 我不是要講客人怎麼樣 因為他可能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說不能 沒有發動的狀況之下 一直閃雙黃燈 可是有時候 我就是我們會遇到很多這個 很需要耐心去跟客戶了解 因為有時候可能是認知上有問題啊 你知道嗎 認知上 像你看這個情形 他會覺得說 我跟小絲買了車 每一個月電瓶就沒電了 在他的眼中 可能就是我在小絲那邊買車 不到一個月電瓶就發不動 但是不是啊 你不能沒發動閃雙黃燈啊 這件事情你沒有想到嗎 所以我們需要溝通 你要跟我溝通 我才會知道 但我溝通不是因為說 我為了省這一顆電瓶的錢 而是說 這當中有沒有出了什麼錯 怎麼可能這麼新的車 才一兩年的車 然後交給你的時候 電瓶也才量測過 怎麼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所以如果今天客人是在 不願意跟我們溝通的狀態之下 那可能我不知道 他有持續閃雙黃燈這件事情 那是不是在某一種狀況 假設這個客人又說 你今天如果不幫我換電瓶 我就到爆料公司去爆料你 好不好 我跟你講 大家一定很想看小事出事 我就PO上去 這個無良車商賣我車 一個月電瓶就那個沒電了 如果今天我不知道 有雙黃燈這件事情怎麼辦 我不用每天都要換電瓶就好了 當然沒有啦 這個是我沒有要講這個 這可能就是到最後講一講 他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自己不知道 我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才會說 我常看到一些 不管爆料公社也好 或是先前出了一些 有人之前問我馬薩阿弟的事情 有沒有 我也第一時間我不會去評論什麼東西 我說因為我不知道兩方是什麼情形 所以你要我去評論誰對誰不對 我沒有辦法 我的個性就造就了說 我希望能夠通盤的了解這個事情 我再來發表這個言論 我覺得會比較好 可是我跟你講這個只是我舉的例子 其中一個有太多太多這樣的事情 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 最常發生的就是電折後照鏡 我們點膠的時候也折給你看了 教你怎麼用 折的都是好的 回去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小四你賣我電折後不折了 換掉怎麼這樣 你教我說好好的 你是怎麼弄的 弄到兩個禮拜就自己壞掉 你懂嗎 如果你一開始的 表現出來的態度是這個樣子 我會有時候會覺得說 如果是這個壞掉 我們一定是幫你免費修 往往那個回來 後照鏡就是有被撞到的痕跡 我們算運氣好 為什麼 因為他如果是被人為用手折 齒輪折斷掉的 他不會有撞到的痕跡 那就變成什麼 小四賣給他的車 過了兩個禮拜 後照鏡不會折了 就變成這樣 我怎麼辦 鼻子摸 對不起我馬上幫你修好 沒有費用 所以回來看到後照鏡有被擦傷 有撞到的痕跡 我們已經算運氣很好了 因為我們可以跟客人講 可是你這邊不好意思 那個黃大哥 換一下 黃大哥這個看到有撞到 你這後照鏡是被人家撞齒輪崩掉的 這個如果叫我們出費用維修 好像有點說不過去 如果今天是人為手 扳了不會有痕跡 難道我要像劍士組一樣 粉沾一下 膠帶黏一下好不好 驗指紋 不好意思你看 我這個指紋驗出來 他手是這樣扳住 把他折斷的 幹嘛當劍士組 不是啦 我不是說買車不能回來找我們 我不是說我們是萬能的 我們出來的車是完美的 沒有 我真的沒有 小事的車不是完美的 如果有一天小事的服務人員跟你講 我們給你的車不會有問題 是完美的 你告訴我 我就把它開除 因為我們的教育訓練裡面 從來沒有叫服務人員說 你要去跟你的客人說 我們的車是完美的 不會壞 人是互相的 真的 我也會 其實我有時候也會 我在現場 我很少 我有時候 我很少很少 但是我還是有發生過那種 這人我就不想賣他車 我覺得人是互相的 就是當你給我的那種反饋 我是服務業 我們也是人 那今天這個對話 不要說你爽你才會付錢 我爽我才會賣你 對不對 可是有些人真的那個 我覺得我們已經很好到底 怎麼有的人 就是講話給你 整人麻煩 真的會有這種人 磁場不合 我剛有提到磁場不合一定會有 只是說我們因為我們是老闆 所以我們不會直接的去得罪客人 可能用比較委婉的方式去這個拒絕他 或是什麼 好不好 其實差別就是這樣而已 那甚至我也在思考說 那是不是現在因為小事這個 可能人家說的 我是不覺得 人家說小事比較紅了 現在什麼生意好什麼 我是從來不覺得說 第一個 我到目前為止 我還不認為自己有成功 第二個 我也不認為我生意很好 那第三個 我也不認為我什麼 可以讓我大頭震 我很紅 我出去逛街有沒有 你知道我是誰 小事餒 要不要拍照 我大發十杯 免費跟你照一張要不要 認不認識我 網紅小事餒 你不知道 哇你這個人都沒你看電視的款 沒你看youtube的款 我們今天也沒有那種心態 出去好像感覺自己很紅這樣 也沒有啊 我是真的沒有這種心態 我自己有去思考說 我今天因為這個同行 截差事件的事情 跟自己遇到這個事情 然後我這樣子去把它 出來討論這件事情 是不是因為說 我覺得我紅了 我有支持者 所以我可以去審判這個人 沒有喔 我從頭到尾我不是這樣的心態 我真的不是這樣的心態 我幹嘛挖一個洞給自己跳 但我的確是在認為說 我就是想要去把這個事情做一個抒發 壓力的抒發這樣而已 最後一個就是說 比如說其實像有一些客人會反映說 小資哥為什麼我訂車的時候 跟我交車的時候 我發現我交車的時候 車上有好多小傷痕 比如說石頭打到的啦 稍微刮到的一些小傷痕 我訂的時候明明就沒有 為什麼我來交車多麼多傷痕 我不要交車了 我不想交車了 有沒有遇過這種情形 有 但是這個通常我們好好跟客戶講 大部分是可以接受 但也有很多會覺得自己被凹了 被我們凹了 可是我要講這個事情是這樣 第一個基本上你訂了這台車之後 假設到交車中間 我們去做一些比如說大保養啊 車子的測試啊 其實如果說萬一你說會不會不小心 多了一個兩個小顆碰 我覺得有機會 但不是一定會有 但是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說是很多個小傷痕 我覺得機率是低的吧 我希望我交給你的車是很完美很完整的 那我有必要說你訂了車以後 我故意把它弄得到處都傷嗎 我有必要做這件事情嗎 然後讓你來抱怨我 我們應該是會很保護他的 那你說有沒有可能到修衣廠去保養的時候 似乎不能卡到一下 有可能多一兩個小傷痕 我覺得有可能 但是如果照你講的 你看車頭也有 側面也有 後面也有 慢慢也有 到處都有 我覺得機率是低的 以我的經驗這些傷痕 其實你在買的時候他就在了 他一定就在 只是你沒有看清楚 但是這件事情不好意思 我糾正我們的服務人員說 客人買車的時候 你一定要帶他看清楚 那因為二手車嘛 我也可以整台車考七很漂亮啊 可是我就加兩萬加三萬賣啊 當然我站在成本的考量立場 我現在開出來這個價格就是 我覺得不用去考七 那我開這個價格 如果今天我覺得全車都要考 那我開的價格又不一樣了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一定會有一些小小的傷痕 我相信線上 也有來跟我們買過二手車的觀眾朋友 你的車一定都會有小小的傷痕 所以我倒覺得說 業務要改進的是 客人在買的時候 不管他白天看車 晚上看車 你一定要帶著他 直直細細的 都看清楚 才不會說 喔來交車說 喔小四哥嗎 我看的時候 多了好多傷痕 好多傷痕 你如果說我原本看這裡沒有這一點 現在有這一點 我能接受喔 但是你說很多全車都有 我覺得那機率太低了 第一個我沒有立場 故意去做這件事情 我就算是不小心也不可能是很多 有可能是在買的時候沒有點清楚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 繼續請這個業務人員 繼續改進就是 必要的時候錄音錄影拍照純正 你買車的時候這邊有一個小點 這邊有一個小瑕疵 你能接受嗎 要一樣一樣把它錄起來做紀錄 我甚至想乾脆以後看車的地方交車的地方嗎 都駕四支監視攝影器 錄音兼錄影 4K高畫質120幀 把他錄起來 只是說我覺得 如果我們每一次都要把來的客人 當做一個壞人一樣去防範他 我覺得這種感覺很差很討厭 那但是站在客戶的立場 你看像上市比較好的客戶 他就可以接受 他說對可能我那一天晚上來看車 我也沒有很仔細的看 這個算好客戶喔 你知道不好的客戶會怎麼講嗎 不好的客戶會講說 我當初就是看你們小試的招牌來的啊 我想說小試的車就不用看啊 我就很阿砂里我就買了啊 我也沒殺戒啊 結果來傷痕那麼多 有沒有 我有遇過這樣的客人喔 他買的 我買的時候 我很阿砂里 我就是看你們小試的招牌大 看你們的面子啊 沒看我就買了 現在來的都傷痕 所以我有跟我們的英文人講說 不管客人 就算客人很隨便 你要買這台車 我帶你去 一個一個地方看清楚 不用啦 你們小試招牌大那麼紅 就我相信他啦 不用啦 不用看 就算這種狀況 你也要請他去看清楚 真的 各式各樣的狀況我們都遇過 所以我們就變成說 我們遇到很多狀況 我們就一直改進 一直改進 一直修正 一直修正 一直不斷的修正 就是為了要給 所有的消費者最流暢最好的體驗 講到南部開店 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昨天本來 有一台車 十幾萬的小車啦 本來要開到 這之後會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本來要開到高雄 他是屏東的客人 也是我們的粉絲 然後跑到台北來跟我們買車 那大家都知道 我們有南下交車的一個服務嘛 然後昨天要交車了 然後我們的服務人員開到嘉義吧 發生小小的車禍 就車頭去撞到前車這樣 前車還好沒事 我們這一台本來要交給客人的車 水箱架就稍微變形了 我們當然一定是修復在給他 但客人就覺得他不想要了 他覺得他老婆說 這麼倒楣交車第一天就去撞到 那當然我們也沒第二句話 全額退廢 可是這個讓我又 審思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持續了這麼多年 為了說因為南部上來客人 真的他要買到我們的車 中南部客人要買到我們車 真的很不容易 他常常要請假 然後通常要馬上衝上來買 等等的 然後坦白說中南部的服務 也不會有北部的好 因為北部我們就在這邊 你隨時來我們都會服務你 那中南部可能都是一些協力場 就比較麻煩嘛 然後我們一直都有這個南下送車的服務 那這次的事情也讓我再 省思一下說之後是不是考慮 我現在來跟科畢他們考慮說 是不是要取消這樣的一個服務 因為其實這樣的服務 對我來講人力的成本很高 雖然對你們來講說 我上來跟你們訂車你送下來而已 但是其實我一個人員為了送一台車 無論是送到新竹台中以南 這個服務人員整天就是沒有了 然後再加上我們原本店裡人力就不足了 如果有來過我們電影的人就知道了 假設今天要交三台車 怕人都出去交車店裡面就沒有人了 所以這個 我們應該會想一些方案 以後就是可能會用補貼的方式 來補貼給南部上來的朋友 因為除了這個成本人力成本的問題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風險 萬一我的服務人員今天撞到人出了什麼事情 我們一直是背負的這個風險在做這項服務的 車壞掉沒關係真的我覺得錢花了修的好 或是讓客戶退車沒賺錢 我覺得那個真的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的服務人員其實他每一次的南下送車 他可能工作很累以外 然後這個家裡老婆又跟他吵架 媽媽要身體不好要幹嘛幹嘛 他精神上面肉體上面都很累 他有沒有可能發生更嚴重的事故 我一直都處於這個擔心底下過了很長的時間 可是我又堅持要讓中南部的客人有更好的服務 所以這個一直都沒有取消 而且我本來的原意是他們如果比如說到高雄去交車 他們可以帶女朋友去交完車在那邊玩個一兩天 再回來上班放鬆一下都沒有關係 可是我的服務人員忙到他們根本就沒有心思 就是沒有空去做這件事情 他們去交完車謝謝謝謝馬上高鐵就坐回來 繼續上工 不是我規定他們的 是他們真的就是有這麼多事情要做 然後請協力廠幫忙也有幾個問題 你說板車運到那邊接了 那誰要跟他點交 你服務人員還是得下去 還是可以跟他點交 點交完服務人員再上來 一樣是花掉一整天的時間 還要再加上板車的錢 所以其實你們講的這個拖車 我其實早就有想過這個方法了 那沒關係 也許就比如說南部來 越南部便宜越多 用這種方式來做一個補貼 而且板車也不便宜 對不對他坐高鐵下去交完車高鐵上來也不便宜 對啊例如自取更便宜之類的 對啊我們還在討論當中 YT會員你可能要用電腦版的 電腦版登錄你的帳號去我們的頻道 就有一個加入的按鈕 之後買車都說是小琉球來的 對我又想過這個問題 之後來買車都說 媽的我是澎湖來的 搞不好他的戶籍是在台東之類 可是他在台北上班 那也沒關係啊 他的戶籍在的話就比較便宜 大家都為了來小吃買車簽戶籍耶 台東的那個地震事務所想說 幹怎麼湧路2000多人 怎麼都簽到台東來了 就為了要來小吃汽車買車 比較便宜 好啦沒有啊只是在分享啦 其實這個東西就真的是比較需要思考啦 我剛剛講了我們也一直是在改進 遇到事情我們就改進 可是其實在交車前發生碰撞 其實不是第一次的 零零星星也有遇過幾次 所以其實我很早就知道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每一位服務人員 我們公司都有再多付費去加寶 之後有定安會跟大家講 好啦講完了 大家晚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